眼前的这只东北虎,在啃食食物的时候,不慎被骨头卡在了自己的牙齿上,现在的它已经三天三夜没有进食,饲养员请来专业的麻醉师将它进行麻醉,在麻醉剂的作用下,老虎已经渐渐地失去了往日雄风,正趴在地上睡着了。 饲养员协同助手一起进入狐蛇,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,助手还是将老虎的四肢用绳子绑上,要知道如果在拔牙中途醒来。 后果不堪设想,饲养员首先是拿着专业的妾子,想尝试将卡在牙齿上的骨头拔下,可已经困扰老虎嘴里三天三夜的骨头,似乎已经和老虎的牙齿合为一体。 饲养员怎么拔都拔不掉,只能改变策略,饲养员拿来一把羊脚锤,直接捅进老虎嘴里,利用羊脚使劲地掰扇,待骨头有点松动直接一锤完事,将困扰老虎三天三夜的骨头取了出来。